纳墓大藤妙法莲花经 现在是 妙法莲花经 卷第四 五百祭子授祭品 第八 而是 出炉的弥度罗尼子 从何 文是智慧方便 随意说法 又问 受独大弟子 不入多多三妙三菩提计 复问素是因缘之事 复问 诸法有大自在神众之力 各位曾有 心静勇耀 既从作息道与佛前 头面礼足 雀足一面 瞻仰尊严目不战舍 下边呢 三周说法 受下根祭 有两转文 一个是 受千二百人祭 第二呢 是受两千人祭 受千二百人祭 有两段 一个是受满辞子 第二 受一千二百人 受满辞子又分为两段 一个是莫灵解 第二是如来 受成 第一 莫灵解有二 一个是受其得写 还写 这叫这段文 就这个得写 就这个得写 还写 先受 得写之有 就是这个儿时 上来 如来 说这个化成玉品 之后 五百弟子 得写之有有四 一者 由于文上边的这个 法说周 所以说 一单 是第三 是因缘说周 由于上面 已经听到佛 有法说一周 有批语说一周 这是第一个 灵界之游。 文中讲, 聪合文士智慧方便随意说法。 智慧, 就是灵, 上边, 法说, 欲说, 两周说法。 智慧是现实, 开诚现实嘛, 方便随意施灵, 法说, 辟说, 这个两处的开泉。 这是灵界之游的一。 第二呢, 上面, 法说周, 文受舍利父的五人祭。 舍利父, 跟大家设的一个五人祭。 这个五人祭, 就是诸大弟子, 祭灵开泉。 受福提祭, 就是灵, 显时。 第三, 赴问, 宿世银元, 仙教无上道。 那么现在呢, 还说法华经。 仙教无上道, 就是灵全。 还说法华经, 是现实。 所以说是昌语诗俱声, 见教以徒道, 这就是开泉啊。 第四, 复问, 大自在神通力, 是关闭久远, 游入今日, 就是指。 大通之圣佛, 也是晨点节前, 是过去维持结缘的。 全力化成如比导师, 只一个去诠释而已。 这个词中呢, 明写, 下边这个文字, 都是一般术式的。 把这个文呢, 大致顺一顺就可以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可以多讲点。 由上边, 灵解之语, 由上边所说的四个意思, 所以说是心境永耀, 心境, 灵解之语, 出涅叛之代, 过无名之赫。 所以说是心境, 永耀, 灵解, 就是开乎之见。 所以说是, 开乎之见, 是大落, 欢喜。 下边呢, 头面, 里足, 确度一面呢, 就是将这个, 外表的形式。 下边, 第二颗, 树气, 末念灵解, 而做试念, 试顿甚奇特, 所谓其有。 随顺世界, 若干种性, 以方便之见, 而为说法, 发出众生, 处处贪重, 我等与佛宫的, 言不能宣, 为父是尊, 能致我等身心本愿, 默念灵解。 这个灵解啊, 有发言灵解, 有默念灵解, 此中呢, 是默念。 这个文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默念灵解, 第二呢, 是为父师尊一下名, 默求法祭, 请祭。 法祭, 就是开乎, 请祭, 就是请所给予受祭。 那因为这个法说周, 批说周, 舍利处四大弟子, 都蒙虎受, 成虎之祭。 那么此中呢, 到了因缘书周, 也要请福受祭, 说我说, 咱们咱们不对劲。 所以有人问啊, 前二周得悟, 皆发言灵解。 此处, 为什么默念灵解呢? 答。 前卫下根未悟, 事须张眼圈动。 前呢, 就是指这个, 法说运说两周。 因为他有下根, 没有开悟嘛, 所以张眼圈动, 令下根, 下根以悟。 啊, 不是这, 近下根以悟, 无所劝动, 为故莫念也。 这就是世界西山上讲。 又, 上来, 淡灵血, 不求发迹, 言则不显。 今, 易血易发, 易血故故念, 必悟极弦故故莫。 莫念勇尼。 一, 就是讲这个对治西谈。 又, 莫念灵血, 是叫做大灵血。 啊, 像静命经中说的, 啊, 默然。 这个是静命经中讲这个, 不二法门。 到了最后, 问那个维莫居士, 如何是入不二法门呢? 默然。 啊, 那个不二法门呢, 不是用嘴可以说的。 默然。 是真入不二法门也, 这叫做为人。 又全是不可思议, 非言, 非念, 而言, 而念。 所以, 上来, 口称灵血。 这非念, 而念。 所以现在下根呢, 是默然默念灵血。 这是就第一西谈讲的。 问前来何于不求法基呢, 到位下根未悟悟。 今下根一血, 全化世作。 若下根滑稽, 则之中上一泉。 若要上中鲜花, 则于下根不变。 以下呢, 试顿甚奇特以下。 这是灵实之。 随顺世间若干种性, 而为说法, 是灵如来的全智。 这是灵。 这个方便之中, 开显之意。 八处重上, 处处贪住。 是灵。 上万火热之中, 开显之意。 我等于佛宫的言不能宣。 是灵。 药草玉品当中的如来, 复有无量宫的等。 秋花祭中间, 我等着通念请法诸人祭。 下边呢, 我等身心本愿。 这个身心就是三世, 祝宣浮化之本怀。 本愿呢, 是本求无上大菩提。 从身心故去法计。 从本愿故去受计。 这是这段呢, 将这个冰写。 下边。 儿是福告朱比丘, 如等见识佛罗诺, 弥多罗尼子口。 佛常称其, 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 异常叹其, 种种功德。 敬请护持, 祝宣国法。 能与四中世教利息, 俱足血世, 扶持正法。 儿大饶益, 从凡恨者, 四所如来, 无能尽其言论之辩。 这就是第二, 如来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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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成当中, 有常文, 有结诵。 常文, 有两, 一个术本记, 第二, 余寿记。 术本记有三。 一, 就释迦是, 行音发现。 第二, 要过去是, 显示, 显示, 本行。 第三, 要三世佛说修音。 这是第一, 就释迦是, 行音发跌。 什么叫做释迦是, 行音发跌呢? 就是佛罗诺。 是释迦牟尼佛, 现世当中就是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访黄会上, 佛罗诺大的词。 行音。 佛罗诺过去, 那都是大菩萨, 甚至说是九成正教的, 诸福再来, 试花的。 现在呢, 一福福是, 全福福是, 视线行音。 行音啊。 什么叫醒音呢? 接受佛的小称教。 修小称法, 正小称果。 这个就叫行音。 发跌。 这个文呢, 是如等, 见世佛罗诺密多罗尼子佛。 好像带有一种问话, 有两种意思。 一个, 见其既为小后, 是不是看到佛罗诺既中为小。 微小呢, 就是事先做小称人的。 第二。 建起本功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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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